連麵包店都這樣 而且它還不是什麼五金級的 不是吳寶春 是一枝萱 我覺得一枝萱比吳寶春還厲害 吳寶春還沒想到這一點 那就是效率嘛 它不用請那麼多人 OK 所以 但是你要怎麼做到 可能有幾個目標 第一個 Excel裡面有250幾個函數 你是不是能夠很快的 可以把這些東西看到問題 馬上找到函數 OK 第二個的話 當然很多是沒有這個函數 因為你要的工作內容 但是Excel卻沒有提供給你對應的函數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要自己寫 那其實這種狀況越來越多 因為大數據時代來臨 還有工作內容越來越複雜 所以你必須要學會 但是除了用VBA之外 當然你可以用Python 可是問題 有的時候原水救不了淨火 你明明就是在Excel裡面 你如果還要另外再開個Python 把這個問題解決之後 然後還是在Excel裡面 那你導播你就在Excel裡面就好了嗎 OK 然後你要找個專家 那你要到國外找回來 找要多久 然後對不對 而且它語言可能不一定通 因為Python寫的語言 跟VBA寫的語言又不太一樣 邏輯上也不太一樣 所以以這一個部分來看 我覺得VBA好像說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而且還滿方便的我覺得 那另外VBA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你不會寫的程式 是可以透過錄製聚集產生 也就是說 像書紐分析表你不會把它變成VBA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那你只要學會錄製 但是錄製你也不能隨便亂錄 你要知道那個過程 因為它錄製的話 主要是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你最好前面先彩排一下 有沒有 把那個SOP先弄 最好把它記下來 Step1 Step2 Step3 然後再去做 它會自動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OK 如果NG怎麼 NG就重來嘛 再蓋過去就好了 所以我自己錄製的話 我不會寫程式 我錄完 然後我可能會什麼 先上面加註解 因為你不加註解的話 你未來回來看你看不懂 然後另外的話 因為它錄製主要是透過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但是程式狀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並不需要滑鼠跟鍵盤的那些動作 所以我會在 因為我可能修改也比較有經驗 所以我會把不需要的程式碼刪掉 不然的話可能程式碼可能100行 那刪完則剩20行 那它精簡很多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需要一些經驗 才會知道哪些是需要的 哪些是不需要的 那因為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會直接給你答案 你自己再去看 反正你錄完之後一定是大概可能有個50到100行 很多很多 那我其實已經把它刪掉了 你就比對一下 是為什麼刪掉這些 那如果還是不懂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 因為到時候這個影片會傳到YouTube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YouTube上跟我互動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大概有幾個方向 這個是我課程的目標 好 那這是我相關的簡歷 那剛剛那個我們主任有提到就是 其實會回來母校來教這個 以Sales的VBA課程 其實也是偶然 因為我自己個人習慣是長時間 喜歡分享寫一些文章 因為我是國營系畢業的 所以很喜歡寫作 那寫了大概上千篇的部落格文章 所以因為這樣關於很容易被找到 還有我的YouTube影片 也超過2萬個 所以後來戲稱說 真的不認識的我還真的很困難 你這個領域的話 你只要找 奇怪怎麼又無老師 奇怪怎麼 這到底是誰啊 這真的我常常會覺得 奇怪我自己找的都覺得 怎麼都找到我自己 我都覺得很 無奈 OK 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習慣 我這樣累積10幾年的 從2006年 由YouTube開始 我就使用它 我就上傳 OK 我只是把這件事情 就跟每天做一件事情一樣嘛 OK 每天要吃飯嘛 你上課要錄影嘛 就這樣而已 OK 把它結合在我的上課之中 那事實上來就累積一些東西啦 然後事實上呢 我覺得有一些好處 就是比較容易被看到 然後當然有一些 也當然也會有 現在有個名字叫業配吧 有人想要找我業配 或者是找我 像類似像這樣的演講 也是蠻多的 我也是常常遇到 OK 然後像學校的單位 也找我去接一些課 OK 最早我是在資訊公司 擔任執行長工作 創業了 其實也算是人生一個很大的跳動 中文博士畢業之後 沒有去做中文系的東西 反而跑去資訊公司上班 我還去創業 真的 OK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以後其實可以寫一本小說了 這真的是一個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啦 不過我覺得你從不同的領域 去思考工具的使用 會有不同的感受 因為我一直強調它就是工具啦 它就是工具 就幫你解決問題而已 所以它其實沒有別的意義了 OK 它不會讓你快樂 不會讓你有幸福感 那是文學會喔 OK 你看愛情小說 張愛玲 OK 你看就覺得不一樣的感覺 心靈得到非常大的滋潤 但是你寫程式 腦袋會空虛 越來越像機器人的 它就把你榨乾 OK 所以有時候要平衡一下 所以有些工程師 還是要念一點文學性的作品 真的感覺就不一樣 講話談吐也不同 氣質更不一樣 你看 工程師 這個 算了不講了 OK 那我現在一些單位受課啦 所以我的風格是蠻特別的啦 然後 所以也得了一些獎項 我也是蠻意外的 那 再來我自己也有一堆證照 像Python證照我去考 反正有我就去考 然後我自己也是 就是某些企業的命題委員 VBA的命題委員 OK 現在很多單位我剛剛講過 他們現在找人 不見得一定是工程師 也會希望你會寫程式 很道理很簡單嘛 電子商務好了 你電商公司說真的 他找的一定是要找會寫程式 因為他一個人比很多人用嘛 對不對 OK 那如果你找那種疏務人員 他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 很大費時間 而且現在企業最貴的成本 其實就是人事成本 因為要繳很多費用嘛 OK 所以大家應該都知道 OK 然後這是一些獎項 大概就 另外的話參考書 我想這個可能就各位有時間的話 不妨可以參考一些相關的書 像我剛剛提到函數、聚集、VBA 那我這邊舉的就是一些 這個像468招 它實際上就有468個範例 那這本書裡面 就是每一個函數的一些相關的解答 我覺得寫得還不錯 但是我即便用它的範例 最後我用的方法也完全不同 因為我發現 同樣的問題不同的人解答 結果就是不一樣 因為它有些地方解的太複雜了 明明你死走就到了 它跟你講說 左轉再右轉 再左轉再右轉 OK 就像Google地圖一樣 明明一看那邊就有一條路 還可以死走嘛 它導航就可以繞繞繞繞繞繞